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黑皮 歡迎來到鐵道壩 最近的新聞頻頻報導 台灣在未來可能要興建環繞全島的環島高鐵 前江部長王國才更曾公開表示 環島高鐵的想法是來自國外研究中的 Hyperloop高速管狀列車 如果用在台灣 環島一圈只要一小時 而這種高速管狀列車的技術概念 目標是透過減少阻力的方式 讓列車的行駛速度 有機會來到每小時一千公里的超高時速 究竟環島高鐵的具體規劃是什麼 有沒有可能在一小時內達成環島的任務呢 今天的影片 就讓我們來好好探討環島高鐵的建設計畫 在2008年 台灣高鐵全線通車 路線騎自台北 終於左營 創造了台灣西部的空間革命 在2015到2016年 高鐵苗栗 彰化 雲林 南港站也啟用 台灣高鐵的長站與路線也自此確立 在2016年 在屏東縣長潘夢安的極力爭取下 交通部啟動了高鐵延伸屏東的規劃案 緊接著在2019年時 交通部也啟動了高鐵延伸宜蘭的評估案 目前高鐵延伸宜蘭與屏東的計畫案 都已經完成可行性研究 正在進行綜合規劃與環評作業 等到綜合規劃通過後 這兩個計畫就可以準備動途興建 高鐵延伸宜蘭與屏東計畫定案之後 為環島高鐵的計畫開啟 營養了可行性 首先在2020年 田中部長林佳龍 拋出了西部高鐵 東部快鐵的計畫構想 目標是透過兩個高鐵延伸計畫 把宜蘭跟屏東當作高鐵的終點站 至於剩下的東部路段 則計畫將現有的台鐵提速 並升級為快鐵規格 讓這段的台鐵行駛時速 能超過160公里 當時的交換部表示 透過西部高鐵與東部快鐵的相互搭配 未來環島一圈只需要6小時內即可完成 然而東部快鐵計畫在提出之後 看似簡單的提速問題 卻成為各方質疑的核心 怎麼說呢? 首先在路線標準上 由於台鐵是採用1067MM的窄軌 而不是國際上較常使用的1435MM標準軌 在運作上 窄軌雖然有鋪設成本較小 路線曲率半徑較小的優點 但相對的也限制了列車的行車速度 如果要提升時速到160公里 無論是沿用線油軌距 或是改成標準軌的方案 軌道所需要的進空與曲率要求 都會大幅提升 過程中更需要付出昂貴的車輛購買 土地取得與土木積電成本 不僅付出的代價相當昂貴 而且只能換來相當有限的改善效益 因此早在數十年前 台灣在研究西部高鐵可行進食 就決定放棄大規模改善台鐵的構想 並選擇在西部蓋一條 時速可以達到350公里的高鐵 作為最終的方案 同樣的概念 換到今日也是如此 當東部快鐵需要投入如此巨大的成本 甚至所付出的經費 可能與該一條全新的環島高鐵 差距不大時 讓高鐵環島的可能性 也就自然浮出水面了 之後上任的交換部長王國才 順勢拋出了環島高鐵的全新主張 為了這個構想的可行性 現在高鐵宜蘭站 跟高鐵屏東站的預定站體 都已經預留了未來路線再延伸的彈性 王國才也公開透露 環島高鐵大概最多會有20個站 而台鐵總共有240個站 在環島高鐵成型之後 高鐵將會作為沉寂運輸的主幹線 台鐵則以運輸接駁的功能為主 他更表示 根據美國最新在研究的 超級高鐵Hyperloop管狀列車 它的最高時速可以達到1000公里 這樣一來環島一圈只需要不到1小時 什麼是Hyperloop呢 這個超級高鐵的構想 就是計劃把列車放在低溫且接近真空的管子當中 並以磁浮原理由超導磁鐵引導滑行 利用強磁場加速的同時 也免去與軌道間的摩擦力與空氣阻力 從而讓列車的速度 有機會與高空中的民航客機並駕齊驅 甚至來到每小時1000公里的超高時速 然而這項技術距離成熟還極其遙遠 代表性公司之一的Hyperloop-1 在2023年決定裁撤所有員工 並以導力作結 雖然根據最新消息指出 中國的超導磁幅已經在山西完成初步試驗 然而根據實驗所披露的工程相關資訊 四種列車所需的路線標準 轉彎半徑要求都相當嚴苛 而且技術仍然相當的不成熟 就現實情況來看 前加工部長所打出的一小時環島構想 在軌道技術上仍然有許多的困難點需要克服 但如果在四小時內用高艇環島 在現有技術上或許是可行的 目前西部高鐵從南港到左營342公里的距離 時間約續105分鐘 如果再加上延伸宜蘭與延伸屏東後的行車時間與里程數 約143分鐘可以跑完宜蘭到屏東約420公里的路程 至於剩下的東幹線 大約還有350公里的路程 以現行高鐵的運行速度來看 有機會將行駛時間壓縮在110分鐘左右 以這個數據來大概估算 高鐵環島一圈大約的所需時間為253分鐘 相當於4小時左右 但是這個數據只是大概估算 實際上所需要的時間要多久 還是需要交由專業的鐵刀規劃人才 進行縮密的計算才能得知 在後來的訪談中 交通部長王國才也重申 期待高鐵環島是遠程目標 但仍要一段一段審慎評估 包括環評也會一段一段進行 這也代表 環島高鐵只是被放在未來遠期的施政院景中 並不是立即就要施作 然而就在2024年 新任的立法委員就任後不久 國民黨籍的傅昆琦 韓國瑜等53名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提出了國大6號東延 華東快及環島高鐵 三項建設的特別條例草案 也就是大眾所簡稱的華東三法 其中環島高速鐵路建設特別條例草案的議案中 就明確寫道 要完成高鐵在東部的最後一里路 達成全台一日生活圈的目標 然而這個環島高鐵的提案 看似美好 卻在提出之後 引起台灣社會的渲染大波 明明聽起來是利益良善的建設 為何會引起這麼龐大的爭議呢 接下來 就讓我們從法律與工程經濟兩個面向 來好好探討環島高鐵建設的可行性 首先從法律層面來看 這份環島高鐵的建設條例草案一共有10條 裡面大致講述了立法目的、計畫範圍、執行機關 與施作內容等等等等 其中條例的第一條就開宗民意的寫道 為推動環島高速鐵路建設 特制定本條例 條例中的第五條更明確要求 一旦法案通過之後 就必須開始執行可行性研究 還規定要在一定的時間內 完成環島高鐵的建設 從結果論而言 一旦條例通過之後 行政院就必須編列預算 來執行環島高鐵的計畫 也就是說 透過這個條例 立法委員將可以直接透過 動用立法權的方式 來要求行政部門編列預算 然而這個在運作層面 可能會產生立法權與行政權衝突 近而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的一大疑慮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58條第59條明確表示 預算案的提出是行政院的權責 因為預算案的提出權是在行政院手上 立法院如果利用立法權要求行政院編列特定預算 可能由以立法權架空憲法第58條第59條 所規定的行政權預算提出權責 進而可能引發 違反憲法權力分立原則的疑慮 也因為預算的編列是由行政院統一辦理 所以計畫實施的成敗 同樣必須由行政院向全民負責 這也就是所謂的責任政治 但如果今天由立法院要求行政院編列預算 因為預算對應的內容 預算分配比例 並非由行政院單方面提出 在運作上如果出問題了 後續要咒責的時候可能會使責任歸屬難以釐清 由行政院提出預算案 是憲法基於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原理所規劃的制度 如果破壞了制度 就可能會違反憲法的責任政治原則 另外憲法第70條中也有明確規範 立法院不得增加行政院所提的預算案 以實際情況來進行舉例 假設行政院到時候願意花1000億來辦理環島高鐵的計畫案 但立法院說1000億不夠 要2000億的話 這樣也是違反憲法的 在大法官釋字第391號中更明確表示 一旦立法院有追加預算的權力 就可能會使行政部門的實證計畫內容產生變動 導致政策成敗難以歸屬 這樣做不僅會違反責任政治 更打破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權力分立原則 所以這項草案在法律層面可能危險 大家看到這裡可能會想問 台灣之前不是有特殊的案例嗎 像是前瞻基礎建設條例 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等等等等 但這些法令跟這次的環島高鐵條例有很大的差別 過去這些法令的發動者 是來自行政院的行政規劃與需求 像是前瞻基礎建設條例 是通過行政院會議後 由行政院提出核定 之後再送交立法院審議 而立法院也有確實的針對條文與預算進行審查 所以並沒有違反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原則 然而這次環島高鐵條例的修訂 是由立法委員主導 要求行政部門編列預算來執行 照這個模式走下去 有可能會使立法權凌駕於行政權之上 也可能導致計劃的責任成敗難以界定 除了合法性被質疑之外 環島高鐵草案裡面第五條的程序問題 也引起相當大的爭議 裡面明確要求行政單位 要把可行性評估送到立法院審查 還規定環島高鐵的建設完成時間 不得超過12年 這不只會引發由立委來審查建設可行性是否妥當的爭議 更有可能顛覆台灣長久以來確立的公共建設審議模式 由於高鐵、捷運與高速公路這類型的公共建設 所需投入的花費金額非常之巨大 因此在規劃階段時 政府都會針對各個計劃進行詳細的可行性研究 確保政府支出具備效益 等到計劃真的具備經濟與工程上的可行性之後 才可以繼續往下進行綜合規劃與環評程序 以台灣西部的高鐵為例 高鐵計劃從1987年開始辦理可行性研究 1992年獲得行政院核定 並在1999年正式動工 最後在2007年完工通車 中間歷史了20年的時間才宣告完成 而台北捷運板南線、台中捷運綠線等等重大建設 從展開規劃到正式通車營運 也同樣耗時了超過20年才宣告落成 但這次的環島高鐵建設條例 條文內卻強行規定 要在12年內完成可行性研究、環境影響評估、綜合規劃 以及到施工階段的所有程序 實際上難以辦到 而且這些審議程序 實際上就是在幫公民們把關 到底自己繳的稅有沒有正確的划在刀口上 所以在計劃的審核階段時 一旦被認為經濟效益過低 就有可能會被行政機關駁回 要求修正計劃 在進行環評時 也有可能會因為計劃的開發範圍 對生態造成的衝擊過大 而直接被認定補營開發 可是一旦這樣的特別條例通過了 由於條例內明確要求 行政部門一定要想辦法在12年內 伸出環島高鐵 這可能會使得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報告 淪為行事 不再具備實質意義 這不只可能會對環評法規的正常運作 帶來衝擊 更有可能會架空台灣實行多年的 公共建設審查機制 而且台灣內明確要求 要把環島高鐵的可行性評估 送交立法院審查的做法 不只顛覆了以往由行政部門 透過自身專業 來審查建設經濟與工程可行性的模式 更有可能產生外行領導內行 政治凌駕專業的疑慮 大家也可以試著思考看看 交由立法院審查的可行性評估 如果得到通過 到底還能不能在交由行政院部會 依照專業評估來修正計畫 這將會產生 到底公共建設要遵循經濟效益 還是要依照立法院產生的名義 的兩難難題 另外,草案中的第六條還寫到 環島高鐵的經費來源 可以廣開國際標 甚至引進主權財富基金 將興建與營運權轉移給其他國家 目前國際上規模較大的主權基金 包括韓國、中國與新加坡等等等等 今天來假設 如果把環島高鐵這麼重要的基礎建設 移交給韓國、新加坡 甚至是中國的資金來進行開發營運運 等於是讓台灣的重大利益與建設機密外流 有可能造成嚴重的國安問題 我們應該深深看待 台灣的法律面 接著我們再從技術面來說 雖然台灣沒有辦理過環島高鐵計畫的可行性研究 但在1990年代時 台灣曾經有過 興建環島高速公路的確切計畫 雖然高速鐵路的定線條件 比起高速公路更加嚴苛 但我們仍然可以透過環島高速公路行進的路廊 來簡單借鑑環島高速鐵路在工程上可行與否 當時預計的環島高速公路計畫 是打算從國武的蘇澳交流道進行銜接 並透過各個長隧道打通蘇華路廊 在抵達花蓮之後 大致沿著華東縱谷平原行走 最後再貫穿中央山脈抵達屏東 如果以工程條件來說 最困難的無非就是蘇澳到花蓮 以及抵達到屏東需要穿過山脈的路段 但這兩段路廊沿線 後來都已經成功貫通數個長隧道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位在蘇花蓋的觀音古風隧道 以及位在南輝蓋的草浦森永隧道 而在未來 高鐵如果需要環島 也很可能會行進這附近的路廊 在技術的日益進步下 在工程上或許已經可以克服種種困難 但是環島高鐵建設的過程中 是否會付出過於龐大的代價 也將會成為興建與否的最大增結點之一 以目前正在進行規劃的高鐵延伸宜蘭為例 環評報告內就明確寫道 高鐵延伸宜蘭的路線大約是59.6公里 總建設經費至少要1880億元 這等同高鐵一公里的建設經費 大約就要32億元 那如果高鐵要環島的話 可能要花費多少錢呢 為了不要讓估算結果與現實差距太大 我們就先以做過路廊研究的環島高速公路 來試著進行高鐵延伸里程數的估算 來藉此分析環島高鐵必須支付的建設經費 有多麼龐大 如果要完成高鐵剩下從宜蘭到屏東的路段 根據當時環島高速公路的計畫里程數來看 剩下的路段大約還要350公里才能貫通 如果以1公里32億元的造價來進行試算 這個環島高鐵的建設經費 就至少高達1.1兆左右 而且這還是不考慮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作業流程 等等複雜因素的情況下 如果再加上這些複雜的因素 環島高鐵的建設經費甚至有可能超過3兆 而3兆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天文數字呢 根據台灣2024年所編列的公共建設預算 大約為5886億元 這等同台灣即使連續5年 把所有的公共建設預算投在環島高鐵上面 都不一定能完成環島高鐵的建設 而且這邊談的還都只是環島高鐵的建設成本 還沒有考慮環島高鐵後續營運、養護、管理 所需要付出的高昂虧損與維護經費 以西部已經建成的高鐵為例 它被認為是台灣最成功的公共交通建設之一 它不只滿足了台灣西部各大城市來往的龐大運出需求 更在2023年時創下自身新高 來到7300多萬人次的達成紀錄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高鐵即使創下亮眼的營運成績 卻長期處於嚴重虧損的狀態 甚至嚴重到台灣高鐵公司差點倒閉 直到後來政府跳出來修改合約 延長折舊與合約期限之後 財報才終於出現少量的盈餘 在西部有2000萬人口的加持之下 高鐵都可能產生財政困難了 要在人口只有不到60萬的華蓮跟台東 建設總價值超過好幾兆的環島高鐵是否適當 可能也將成為一大問號 而且在探討環島高鐵建設時 有許多政治人物會將這個議題 把花東鄉親對安全回家的路的期望 一起綁了進來 然而環島高鐵是否真的是 花東地區正宏建設的最佳姐 我認為也是相當值得探討的議題 由於高鐵具備高運量安全容錯度低 低庭戰術的屬性 因此高鐵大作興建於有一定往返需求的大城市 但是在台灣東部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唯一比較可能搭乘東部高鐵的民眾 是從西部要去東部的觀光客群 但是在花東各鄉鎮的人口 聚落與經典位置都相當分散的情況下 這些觀光性職能民眾 即使搭乘高鐵到東部之後 依然需要相當長距離的接駁與轉乘 才能抵達目的地 這不只可能打擊高鐵速度快與便利性高的優點 更有可能會因為轉乘與接駁次數過多 使得旅客最終仍然選擇自行開車來前往目的地 更因為東部的潛在高鐵客群需求是以觀光為主 所以很有可能會出現加熱時爆滿 但平日卻沒有人搭乘半半虧損的現象 如果我們以東部居民的需求面來說 花東民眾需要的無非是一條可以安心利用救急救命 並且可以支援台九線的穩定道路 在過去的數次大地震、颱風等等天在發生時 柔長村段的台九線 不只耽誤了搶救時程 甚至在過程中因此斷送了許多花東民眾的寶貴性命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在東部建設完整的高快速公路網 或許會是比起環島高鐵更適合的選項 一旦東部有了一條全年無休 路況穩定的高快速公路路廊 就能讓西部的救待資源能穩定的輸入東部 天在的搶救時程 更不會再受到台九線的路況好壞 以及道路上滿滿的紅綠燈而有所影響 加上東部的醫療資源稀少 如果有完善的高快速公路網聯絡各鄉鎮 就可以使救援車輛快速的抵達醫院 爭取更多的搶救時間 也因為公路建設只有路網可及性高的特性 所以它不僅能促進華東縱谷各鄉鎮之間的 就學工作與醫療方便性 也能帶過縮短 縱谷內各聚落往來所需的交通時間 這些都是新建環島高鐵難以辦到的 所以在經濟效益方面 在東部建設高快速公路網 或許會是比喜歡島高鐵更加適當的選項 根據今年7月的最新消息 立法院在超越協商後達成共識 決定不再以特別條例的方式來推動華東快 而是改以五強之力的主決議案方式 建議交通部盡速完成華東快速路廊的興建 並要求前後騎乘以12年完工為限 雖然過程中仍然有立法行政分權 與強制限制時程不恰當的正義 但或許在不久遠的未來 我們已經可以開始期待 華東民眾能迎接一條全年無休 不受天災影響的穩定道路 至於華東快速公路 有沒有辦法在12年之內完成 而華東高速公路的計畫案 又有沒有復活的可能性呢 那就交由之後的影片 來為大家持續解答 大家在聽到高鐵要環島時 第一時間應該都會覺得是個很棒的構想 它不僅可以讓華東的交通發展更加便捷 甚至有機會能在東部提供班距密集的大眾運輸系統 不過大家看完今天的志祺 應該就能大概了解 為什麼這次的環島高鐵提案 會在民間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最大的癥結點就是因為 這次所謂的環島高鐵條例 本質上存在可能違憲的疑慮 在法律層面不可行的狀況之下 本質上就很難有再往下繼續探討的空間 而且即使跳過了法律面的爭議 也很難用經濟的可行性與效益來說服大眾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環島高鐵的推動也自然備受爭議 雖然提起環島高鐵法案的立委傅崑奇已經表示 這個會期不會再推動環島高鐵法案 但是在下個會期當中 這個法案竟然有可能再被拿出來進行討論 甚至被排入會期裡面 所以大家也不要因此松懈了對這個議題的關注 那大家在看完這集之後 對於環島高鐵的法條爭議與建設效益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你支持這樣的建設嗎?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喔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也別忘了不要按下一個喜歡加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並把影片分享給你身旁所有在探討環島高鐵議題的朋友們 讓他們可以快速了解這個議題可能存在的爭議 而且訂閱我才不會錯過 之後可能的花東快與花東高影片喔 最後我都會把影片資訊與芯片預告發在IG上 也歡迎大家去追蹤我的IG才不會露接芯片資訊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各位掰掰